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是张玲 今天是2019年8月5号 现在是下午4点钟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今天上午9点左右 在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元报7.0150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7.0481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9225 下调229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就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人民银行有经验 有信心 有能力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基本稳定 央行表示 人民币汇率走势长期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内市场供求和美元走势 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 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 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 在宏观上起到调节经济和国际收支 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制造业门类齐全 产业体系较为完善 出口部门竞争力强 进口依存度适中 人民币汇率波动 对中国国际收支 有很强的调节作用 外汇市场自身会找到均衡 从宏观层面看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 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增长韧性较强 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国际收支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 外汇储备充足 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 特别是在目前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 转向宽松的背景下 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 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家 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 稳定性相应更强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资金的袜地 近年来 在应对汇率波动过程中 人民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 并将继续创新和丰富调控工具箱 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汇行为 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坚决打击短期投机炒作 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稳定市场预期 人民银行有经验 有信心 有能力 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 接受采访时 专家表示 人民币汇率波动 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正常体现 央行发文称 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影响 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 突破七元 但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 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 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应 央行表示 七不是年龄 过去就回不来了 更像是水库水位 有涨有落是正常的 这主要是受到避险情绪的驱动 也就是说英国的 硬脱欧的风险在上升 所以近期我们看到英镑 包括英镑包括欧元 实际上都在不断地走迹 创造了今年以来的一个低位 所以外部非美元的主要储备 货币的一个走强 实际上带动了美元的一个相对强势 也给人民币一定有压力 2019年初至8月2号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0.53% 小于同期 韩元 阿根廷比索 托尔奇里拉等新兴市场货币 对美元汇率的跌幅 是新兴市场货币中较为稳定的货币 而且强于欧元 英镑等储备货币 从宏观来看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 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 外汇储备充足 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 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国际收支的结构 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2018年之后 我们开始看到中国的金厂账户的顺差 比过去要小了很多 我们的资本和金融账户 却出现了持续的顺差的情况 那么其实金融账户在新的国际收支 当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它对应的内在的要求 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应该进一步的增强 专家表示 对于汇率波动 居民应当根据实际需求合理换汇 企业应当专注实体业务 树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 通过外汇衍生品锁定外汇成本 降低生产经营风险 央行也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创新调控工具箱 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稳定市场预期 一项对分析师进行的调查显示 如果英国不达成协议退出欧盟 英镑将跌到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 而现在看来 这种可能性比六个月前更大 据一项对13家银行的调查显示 目前英国有30%的可能 在10月份不签署脱欧协议的情况下 退出欧盟 这个概率是2月份类似调查的三倍多 而这样的结果将使英镑贬值9%以上 至1英镑兑换1.1美元左右 达到34年来最低水平 自英国推迟了原定的3月底脱欧截止日期以来 英镑兑美元汇率已下跌近7% 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之前表示 英镑汇率的变化是减震功能的一部分 英国央行干预汇市的可能性极低 英国首相约翰逊上周向欧盟发出最后通牒 称除非欧盟领导人改变立场 否则他不会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 尽管议会中只有少数人支持 不达成协议的英国退欧 议员们也曾表示 他们将试图阻止约翰逊追求这一结果 但策略师们认为 存在发生意外的风险 昨天傍晚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和苗族 自治州鹤峰县躲避霞突发山洪 多人被困 央视记者倪精英已经到达了事发地 让我们来联线他 精英你好 经过一夜的搜救 现在被困人员的情况怎么样了 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么这里就是躲避霞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并不是救援的现场 那是因为救援都在下方的谷底 约一公里左右的地方 但是那里我们的直播车辆 没有办法到达现场 所以说我只能在这里 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 但是在直播开始之前 我们在谷底拍摄到了一些画面 那么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现在的救援是仍然还在继续当中 在谷底有一条非常清澈的河流 那么当时游客就是在那条河流上 坐着小船进入到了峡谷内游玩 据介绍在昨天下午的五点钟左右 当地是下起了一场暴雨 历史约一个小时左右 随后山洪爆发 那么当时洪水上涨的是非常的快 所以游客都没有办法逃离 只都被困在了峡谷当中 那么截止到目前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个救援的数据是 有61人获救 三人失联 十人遇难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当时救援的一些器具 可以说是就地取材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就是一个小担架 这一排排担架当中 杆子用的是山上砍伐的竹子 那么担架上的这一些 全部都是当地老百姓家里的单被照 那么救援人员就是通过这样的自制的一些土办法 一些土器具将救援人员将被困人员是安全的送到了岸上 那其实啊 在刚才的表述当中 我一直称它被困人员呢 是为游客 但其实在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 这里躲避峡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景区 在今年的7月24号的时候 当地呢就已经发布了一个 关于加强平山旅游安全管理的通告 那么在这个通告里啊 是明确说明 这里的大部分区域呢 是未开发建设 尚不具备接待游客的条件 对平山景区未开发的区域呢 是实行了封闭管理 那么在这里是严禁任何车辆及个人 擅自进入平山未开发区域 同时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 擅自带游客进入到平山未开发区域来进行游玩 那么所以说啊 今天这些被困的 从昨天开始到现在被困的人员呢 应该是准确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所以并不能称之为游客 在这里啊 我们也是希望提醒 喜爱美景的 喜爱大好山河的朋友们 欣赏美景固然重要 但是自身的生命安全更为重要 那么现在呢 救援还在继续当中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发展 好了 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金音来自现场的报道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 7月28号以来 四川梁山州甘落县连续遭遇两轮强降以天气 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全县各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昨天四川省梁山州甘落县 三级抢险救灾工作组继续开展 道路抢通 群众转移安置 后续隐患排查等工作 受8月2号至3号 新一轮强降雨影响 国道G245线甘落断 在此因多处坍塌 导致道路中断 昨天当地组织抢险力量174人 调动大型机械设备 投入抢险救灾 目前道路抢通工作 已经推进至受灾核心区域 预计三天内打通 其余各处受损的乡道村道 也在抓紧抢通中 受暴雨影响 成坤铁路梁洪至哀戴站间 306公里处 再次发生泥石流灾海 倒灌入隧道的泥沙 约4000立方米 铁路部门采用小型挖掘机 和人工清淤方式 正全力强捡 截至今天早晨6点 累计清淤约300立方米 此外 受8月2号至3号 新一轮暴雨影响 甘落全线 新增疏散转移群众 132人 全县各乡镇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消毒防疫工作 也正同步进行中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美国纽约是一个混凝土丛林 但其实这里也拥有 沙滩可以冲浪 目前在纽约 有一个海滨小镇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这个海滨小镇 位于纽约洛克威地区 几年前洛克威地区 遭受了桑迪飓风的猛烈袭击 但后来这里被重新修建 成为纽约人的新兴旅游胜地 从纽约曼哈顿出发 乘坐地铁 只需一个小时左右 即可到达洛克威 这是一个曾被 飓风桑迪摧毁的地区 已经成为度假胜地 拥有阳光 沙滩 海浪 吸引了众多冲浪爱好者 大量的游客涌入 以及重建资金的投入 让洛克威地区重获新生 据美国房地产商的数据显示 洛克威地区的房价创下历史新高 去年上涨超过22% 而今年当地的就业率也创新高 比飓风桑迪来袭时高出17% 此外 目前的繁荣景象 也为当地的冲浪学校增加了人气 当地一所冲浪学校在2012年开学时 只有6块冲浪板可以用于上课 但现在的冲浪板数量 可以够几百名学生上课使用 中国财经报道继续关注资讯 今年6月1号起 巴达岭长城景区开启全网络 实名制预售售票 并试行单日最大客流量 6.5万人次的游客总量控制 记者从该景区获悉 限流两个月效果出现 巴达岭长城告别人几人 近期数据显示 在暑假客流高峰期 巴达岭长城景区通常在 每周一市区博物馆闭馆之日 达到最大客流量6.5万人次 随即启动红色预警宣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